有一天,正在天地渊水中休息的众神听到了男女争吵的声音 众神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就仔细倾听 原来是一个小伙子向心爱的女人恳切地告白 但是这个女人不接受那种爱 是因为已婚女人的缘故吧 可是,小伙子一个劲地不停地哀求 那女人很惊慌,嗓音越来越高 抑制不住感情的小伙子,雨掉却开始变得越来越冷 就在这时,天地云突然出现了巨大的漩涡 一条龙在水中腾空而起 雕起小伙子消失在天空中 被求爱的女人有了千次的扇形成了神 变成龙回到了天上 可是,顶刻间,女人自己脚下一个玲珠掉下来 那玲珠清晰可见 这玲珠是完成任务回到天上的神 作为感谢之一留下的如意珠 据说珍藏如意珠 女人的家里会世世代代,人丁兴旺,日子红火